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李池 我今年29岁 来自于天津 我的职业是自由的购物专家 我今天的爱情宣言是 爱情没有对与错 没有合适与不合适 只有爱与不爱 我感觉他是心灵鸡汤扶导员 真的 好 欢迎 来 下一位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孙强红 今年21岁 来自安徽合肥 目前在一家医疗机械公司 担任助理的工作 我的爱情宣言是 喜欢你没道理 谢谢 这个就是我听说的河北女神 你这个评价是哪来的 就是随便说的 随便说说 好 下一位 我叫夏宾倩 今年27岁 是来自浙江的重庆人 目前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 从事高级客户经理一职 我的爱情宣言是 在我的感情世界里 一直坚持宁缺勿滥 我愿意等 等对那个人出现 我在这等你哦 我叫黄晨 今年26岁来自上海 现在在一家陶瓷管理公司 担任行政一职 我的爱情宣言是 寻找我生命中的朱朱霞 谢谢 欢迎四位女嘉宾 那接下来呢 来认识下今天的各位小伙子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王振瓷 今年29岁 我来自上海 是一家私营起的业续 我的爱情宣言是 化而有了绿叶的衬托会更美丽 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了我 会更幸福 更快乐 我怎么看着你那么眼熟呢 我看你也很眼熟呀 你不想认识啊 前面在后台 你不是给我盒饭吗 我不是饿死你了 对 我就说呢 有一小伙子在我面前走过去 说自己快饿晕了 他说他在不吃饭就没有办法过这 我说你快吃吧 你就是一号男嘉宾啊 你在上场前就趴在后面吃盒饭 对啊 所以要我不吃的话 我上来就 我相信他没吃饱 他想自个儿的年龄竟然想了半天 为什么我要想半天 我说29岁人家 你这29岁长得太周知了吧 我是想我说35岁 你保养得真好 不错不错不错 说35也没用 还是要回到29 身体挺好 看得出来 你看这胸大一 我遮住你也看得出来 你这个体板上画的是什么呀 经过多年寒窗苦涂 今天终于在后台 把我自己的肖像画给画出来了 像不像的 我很少能看到微笑的时候 可以看到第32颗草牙的 真的 你就是其中之一 那就是说我 一般人笑起来只露8颗牙 你笑起来吓人啊 上16下16全露出来了 我的脸基本上一半就是嘴巴了 来 你有才艺吗 乔哥 来 张婷 张婷 声音音飞 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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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弄让我女嘉宾看你记不了 莫终于心 与这手中 莫继的个性 开心 能以重生美 莫终于心 与这手中 一点点性 为何要故意参与这罪名 只要开心 为何天天的重心 莫终于心 洛老师 我第一次在现场经历这样的现实 就这个人唱得很难听 但是现场很嗨 我发现你的嘴是真大 你一张嘴 你只看到你三十二颗糙牙 我连你盲长都看到 请选择 十六个人挑入哪一个女生 我后面看不见 你刚才走那么近 走一圈你还没看见 你每个人手都拍过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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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十六 好 十六个 知道了 手指都够吗 把鞋脱了 脚趾一块夹上 知道了 完了 你看 好了 女嘉宾说第一印象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就看到你那边熊啾啾 然后跑过来伸了一个大爪 就是这样的 就你不拍也得拍 你不拍也得拍 就是这样 那你前面跟我拍了没有 拍了 我弱弱的伸了拍了 你手上都是汗 我紧张 我一到你面前我就紧张了 真的吗 那你的心动女生会是我吗 肯定的 必须的你 男嘉宾是肌肉男 然后又张着血盆大口 走过来让我觉得很害怕 真的吗 好好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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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上台的时候 他们都议论说 一号男嘉宾除了长相 其他都是优点 我觉得 我觉得长相也是优点 上次准了 快来个人鼓励一下 让我抬起头来 快 我觉得你长得非常有味道 叫起来特别具有亲和力 你的背影真的很迷人 你是蛮帅的呀 是挺帅的 你们在跟他交流 我跟陆老师可以不用说话 我们俩今天觉得这一趴 我们俩完全可以休息一会儿 对 让他一个人在这拍 你还不客气 好 我们一起来看见男嘉宾的VCR 谢谢了解 十分耕耘不一定会有十分收获 但是你不耕耘绝对没有收获 我叫王震宁 今年29岁 限制于一家商标类公司 北京2008奥运会那块金牌 上的那根袋子 就是我家做的 比如说还有服装类的啦 鞋子上的啦 包包上的啦 都是我们家做过的那些商标 我也算是个小老板吧 大家别看我现在身材凹头有劲 其实三年前 我是个十足的250 也就是体重250斤 我决定改造自己 所以现在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 每天都是三小时 造就了我今天的身材 今天的我 我一缺少的就是爱情 所以今天玩在这个舞台上 一定要收获我的爱情 今天我一定要把你签在 250 典型的励志男 这就两三年时间就变这样了 三年 三年 三年这时间里面可以说是 别人在外面玩 别人在外面吃 我却在健身房里面流汗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就这样 很有毅力 年长 我想问你一下 什么样的事情 导致你突然间发生了改变 对 说要健身了 我网游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 在虚拟世界里面 但是我一关电脑 到镜子之前 又回到了一个又自卑 又没自信 又难看的一个大胖子 所以说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 我一定要把虚拟世界中的我 走到现实中来 不容易 真的 250斤的一个大胖子 剪下来的我们见得很多 然后再练成这样健硕的 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个人 这是第一个人 真的是第一个 来 翻开两张扑克牌 继续认识一下 王震灵毕业于上海交通学校 学的是物流专业 现在是震灵服饰公司的销售主管 年薪十二万 她说自己曾经有一个肥猫变猛男的故事 刚才已经讲过了 曾经有个智取金箱链的故事 有个好爸爸 妈妈在打我一次 你写错了吧 妈妈在爱我一次 这是一个问题 妈妈在打我现在很行的 妈妈确实是个好爸爸 我妈妈也是个好妈妈 就是说我妈妈就从小 她教育的方式太严格 来 跟我们说说 比如说我从小没有什么玩具玩的 就是个狼头陪伴我长大的 狼头 我没事就拿个狼头 在家里加剧 地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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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以前我们是五斗厨 从第一个抽屉 敲到下面的抽屉 再把一个床架子从底敲到头 再把席梦斯翻掉敲里面的板 我要是你妈我也打你 这个打呢就不是说 鞋地板或者是皮带抽了 或者是皮齿了 对我来说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她拿什么道具 然后她拿呢 我是裤子脱掉 拿一块那么长的一块木板 那么宽那么厚 从一块木板是圆木色的 圆木色 打到后面是变成红 红木条 屁股上面的血 你妈不会是锦衣卫吧 只有明带这个庭上打人 才能打成这个 我这样说不是要提供我的 我妈妈绝对是个好妈妈 我从小喜欢吃生煎 她每天都会帮我买生煎吃 我只要说 我每天不要吃那些大菜 会不买 每天一瓶牛奶 再穷 一瓶牛奶绝对是生给我喝的 你的哭究竟是想起妈妈打你 你怨恨她呀 还是觉得到现在 就是想到妈妈全是爱呀 没有当初她这样的教育 也不会有我今天 真的 我就说 从小很调皮 很逆反 没有这么一个妈妈 一次一次地打我 我也可能会就是不如其托 教育不算什么都会出现 真的 你妈妈这么打你 你到今天现场了 还是这么250 那不打你 你得怎么样 也能确实说 我的抗制打能力 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但是我不希望以后我的女朋友 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 所以说你们以后不要打门了 来了来了来了 别打出财了 她现在至少她的公司 这公司就是你自己开的 这你的名字 是你开的 是我8岁时候 我帮注册一公司 就拿我的名字去注册 爸爸拿你的名字 注册了一个服饰公司 你看家里面真的 爸爸妈妈好爱你 所以说我一个好爸爸 好爸爸好妈妈 好妈妈 那那个呢 智取金项链啥意思 金项链之前一个女朋友 很粗暴 我要借了你 我借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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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项链有点断了 然后我就把它放呆在里 然后有一辆黑车说 杨普去去不去 杨普去去不去 然后说 那么走吧 坐黑车吧 一坐就掉黑车上了 过了半年 杨普去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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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的 普通去不去 普通去不去 杨普去去不去 普通去不去 咦 这项链不去 我那个项链不去 我那个项链不去 你认出来了 我没说 因为普通去不去 在旁边 对不对 那我不敢多说 我说上去走 真真巧 然后我就把手机拿出来 110拨号 师傅 你等我到杨普去 什么什么路 那个路口你等一下 干嘛要等 我那个朋友也要上去车 你等一会儿等我 我那个朋友回来了 到时候人说话 你等一下 还有声音 你手机就开着 对 然后到了 师傅你这个项链 让我看一下好不好 我前当下掉个项链 跟你这蛮像的 不是 不是 好的 我绝对还给你 你放心 然后你就脱了 好 这丝师傅也真好 就脱了 这就是我的 你给我 你给我 你肯定护走 护走 这是我的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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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那再接到报警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就是我 他抢我项链 你说是你的 你说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明是你的 你有什么证明是你的 走 派出所去 咱们了解情况走 来 我就叫进去 一进去我就放心了 好 再派出所了 来 说一说什么情况 这项链是我的 你看 你看我的拨打那个印 你看我的印 是你买的吗 当然是我买的 我有发票 你有没有 这还是没有 你有发票戴了吗 喂 爸爸 我还没醒醒呢 那粉链把他包手过来 我才能让他爬出所了 但是你这个包票很难证明 就是这根项链 对的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证明呢 这根项链 就像我跟我女朋友吵架 给他拉过的 变形的 然后上面有三节是 你这时候你是不知道的 你听不到的 三节是变形的 铺台子上是铺不平的 然后呢 多少课 发票上都有写的 你是 好 真是多少多少课 真的是有三节是这样 对 变形的 然后说 你来说说 我就这种 二十二十八K级的 二十八K级的 真是哪里来的 买到 买到 发票了 我丢了 我丢了 上面有什么特征 你说得出来吗 二十八K级的 好 同志 不要再讲辩了 是这个小伙子 就是要拿回来了 男嘉宾 那你项链掉了以后 你妈妈有没有打过你 那时候已经蛮大了 不打了 你妈妈打到你最后 二十岁 二十岁 你妈妈打到你二十岁 二十岁 最后一次打我的时候 准备试图打我 被我反抗了 我就是推了他一下 那妈妈伤心了 我妈妈你把眼睛那么大 你这样给我告诉你妈妈 男嘉宾 你妈妈对你非常严格 然后我小时候是我爸爸 对我非常严格 后来有很多心里话 我都不会跟我爸爸说 会跟我妈妈说 因为我妈妈不打我 他比较宠我 那你会有这种情况吗 其实到后来 我爸爸其实阻止不了 我妈妈打我了 那会不会你爸 来阻止你妈打你的时候 你妈连你跟你爸一块打 你怎么又知道 真的是这样 对啊 当时我的心情 对他们两个就失望了 所以说为什么 我能很忘我的在这里 就我交流肯定没什么问题 沟通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很喜欢自我陶醉 因为我从小都是在 有什么事情 我自己开讨我自己 有什么不开心的 我自己说服我自己 有什么开心的 我自己跟我自己分享 男嘉宾属于比较独立的那种 来了 两位男嘉宾投票了 刚才的一番了解 应该说很了解他的个性了 如果想继续支持他的话 请为他投上一票 来 3 2 1 请投票 你的人气还是很高利 翻开后两张播客牌 王智琳能看过三次恋爱 肯定有两首辉歌唱了四年 他希望找这个女生呢 像性格大大咧咧 但要有内涵 不要翻旧账 那男嘉宾你觉得恋爱三次里面 最深刻的是哪一次呢 就是最后一次吧 就是 开心也有过 我感觉还是不开心的 比开心的更多一点 还是不懂事 没有听妈妈的话 但是小伙子 我确实想问你 你可能被你妈妈打神长了 你是不是就是天然的喜欢 对你有点虐待的倾向这女生 没有 我特不喜欢她虐待 我不知道她有这个倾向 我知道了 我早跟她分手了 那时候我心太软真太软 我分不掉就是分不掉 幸亏幸亏 那时候我爷爷住医院了 我 什么话 幸亏爷爷住医院了 没有 幸亏当初有一件事发生 是我爷爷住医院来 然后我跟她约好 是这天是出去玩的 然后我说不行 我不能答应你了 因为爷爷住医院了 因为我爷爷住医院了 你跟我一起去看看 看我爷爷 她不肯 她不肯 那是要分开的 那就绝对地触犯到我的底线 最起码你作为一个晚辈 你要孝顺 她非要让你跟她去玩 对 你说不管怎么样 你陪我吃好这顿晚饭 我哪里还有心思吃晚饭 对 绝对不行 第二天我就跟她说分手 亲情是不能用来去争夺的 对了 我的家人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来伤害 包括我妈妈 男嘉宾 这边问一个问题 你好 你好 然后她脾气也不太好 那么如果你以后找到老婆的话 会不会很不好相处 就是婆媳关系 如果有没有问题 所以说最好能独立一点 不要跟父母一起住 那她过去有没有说 因为不喜欢你的女朋友 就是她会不会干涉这一块 我会干涉 会 会干涉 但是一般性来说 她的干涉我会作为一个参考意见 好 最终决定还是我 好了来继续为男嘉宾投票了 好 如果在这一论了解之后 还想选择她的话 请为她留着客牌 3 2 1 请选择 声音声上去好像不太妙 但是还有女孩子继续支持你的 接下来你还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 了解女嘉宾 想问谁问题 就是15号 五重林 你身边的关系走得蛮近了几个男性朋友 但不一定是恋爱关系的 就是比较好的 这种有没有的 一两个吧 你会不会因为找到男朋友之后 男朋友要求你 最好是不要有 没有 我属于那种重色亲友的 如果我有男朋友了 我是属于这种性格的 你刚刚问这问题呢 你特别在乎吗 你特别在乎吗 很容易吃醋 我想象力太丰富 你给我讲历史上 你想的最可怕的 有一次女朋友 你说你去唱歌 你肯定会喝酒吧 你喝酒之后就 来我们唱首歌吧 你好 你好欠揍 你妈在哪里吧 你妈叫哪 这男生受不了 你妈跟了你朋友成功成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一看到这样子 我就回来 那我女朋友要出去玩 会不会这样 我不了解情况 你肯定会这样想 虽然你刚才很欠抽 但是我特别理解 因为我哥是让你讲述一件 你曾经想的最离谱的事 就在我们跟他交流 还没到我让女嘉宾 决定翻牌的时候 就有人迫不及待 把两张牌给翻过来 就刚才他这个表现是吧 对 就你抱着洛老师那一瞬间 就有人翻牌 但现在还有不可牌亮着 请你提出 你在择偶的时候 不能接受的女孩子的 一些基本条件 绝对不能有暴力倾向 有暴力倾向的请翻牌 谁会承认 真有人承认 有暴力倾向 戴瑞 其实也不是暴力倾向 我要是生气的时候 我会摔东西的 我就会有的时候 会有点不理智 然后身边有什么 就摔什么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应该 不太符合你的样子 好吧 来 还有第二条要求 不要有洁癖 不要有洁癖的 如果有洁癖的情况 你说您抱着谁唱歌都行 您别抱着我唱歌 那他也不能抱着我唱歌 真是的 那拍的人那么多 我从我的右边看了一眼 但是我感觉还是抱着你 他一直都抱我哥 他就这么一个表现 你看女生对你印象不好 好吧 但是你还有机会 因为你刚才曾经 在我的手机上留下过 你选择的这个号码 那么你是否还要坚持 向他表白一次 好 要 要吗 要 确定吗 确定 他选择的是 15号 吴淑琳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能那么近的距离看见 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我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很幸福的女人 不管说是财力方面 还是气力方面 我都能保护你 都能给你 谈不上最好的 但可以尽我努力给你最好的 我可以为你烧饭 为你做好吃东西 你想减肥 减哪里 我可以帮你研究 我就想不出来 我可以帮你研究出来 但是那么久 我很久没有 为一个新衣女孩 能操作我的那么多肺腹之炎了 所以我说 给我自己会吧 你还觉得我哪里是要减肥 马上才是吗 比如说哪天 你觉得你哪个部位不满意了 你可以来 但是只限于 你跟我在一起的情况下 因为我不会 义务地为任何一个女的 或说说 没有关系的一个女的 为她做出什么 对吧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 而是我应该做的话 就是对我的女朋友 对我这样的妻子 付出我的一切 我能做到的一切 我知道的一切 我能做到的一切 给我自己会吧 沉悲 张曼玉加王菲加梅艳芳 等于理想情人 你就打光波吧 弟弟 不说姐姐没帮你 这要求太高了 如果用男明星来形容下你自己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理想情人的状态 黄小平吧 哪 性别 然后是 首先感谢你 选择我 但是 我是一个很直接的女孩子 所以说有几点我是觉得 虽然说你29岁 但是我整场看的表现下来 好像还是有那么一些 不是很成熟的地方 那或许人家说 在自己爱的人面前 男生可能永远都是小孩子 但是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是很成熟的 而不是说我带领着他 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而且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你说我是一个很小气的 很容易吃醋的男孩子 或许对你来说 这是一种爱的表达 但是我觉得我不喜欢这样的男神 我喜欢那种有自信的 就是说既然你和我在一起了 随便你怎么玩 我都OK的 因为你是我的女人 我放心 我不喜欢那种 你会去斤斤计较说 你不要和你男性朋友联系 你今天发什么消息 打过几个电话 一晚回来一会儿 你刚才去干嘛了 我不喜欢这种 因为我的性格当中 不喜欢那种很被束缚的感觉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好吧 能不好吗 你曾经追一个大学的同学 追了四年 这你才刚刚来四十分钟 你不觉得你才迈出 很小很小的一步吗 那最后一个要求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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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别不松手呀你 害死了 你看吴忠霖吓得要逃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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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下一个男嘉宾 哈喽 各位现场观众大家好 我叫陈轩 今年28岁 来自于北京 目前呢 在一家儒制品集团公司里面 负责品牌传播 推广与管理的工作 我今天的爱情宣言呢 是喜欢你 没道理 你的体板画的是 两幅爱情的场景吗 对的 我的体板呢 上面的这幅呢 是我希望呢 在雨天 我能为他撑一把伞 那么拉着手的小手呢 喝得一起共度夕阳 今天在我采议之前呢 我向台上的 诸位美女们 带来一份礼物 这份礼物呢 跟我的工作相关的 希望她们一边品尝 一边听我的歌声 来 拿一下 洛老师 咱这都什么女嘉宾啊 给点东西多棒多醉 我今天也不能吃 你应该理解 女生为什么不能吃吧 我理解 OK 要不然我把这个 冰淇淋呢就送给了 今天我也不太合适 不是 我说我吃多了 那我就笑大了 谢谢 看我这缠着 来 才艺展示一下 我的才艺展示呢 是给各位呢 带来一首 人嫌奇的浪花一朵朵 我和你陪着我 看中的海滚水中有 慢慢地爬在沙滩上 数着浪花一朵朵 你不要害怕 你不会寂寞 我会一直配在你的左右 让你的悠悠 日子一天一见过 我们会慢慢长大 好 因为呢 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 时光匆匆流动 好了 好了 你这个喉咙听出来了 冰淇淋吃多了 冻伤了 来吧 来吧 付票了 好了 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 在十六位女嘉宾当中 选择的是哪位 好了 来 请收听一下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没有吃到你的冷饮 因为是我自己不能吃 因为我在喝重要 不过挺可惜的 我想说这个冷饮 以前我是经常吃的 夏天的时候 我都是整箱整箱 堆在冰箱里的 一天要吃好几根 就是因为这样 我现在才要吃重要 调理身体 谢谢你 我们品牌的厚爱 他付出代价也很大 我觉得这男嘉宾 穿的就还不错 如果小马甲 把你那个小蛮腰 就是拖得很精致 然后身材比例相当好 有胳膊有腿的 这是对人的最高评价 真的 最高评价 吃人家的嘴短 拿人家的手短 我没吃也没拿 我就是可以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对吧 我发觉你右边牙齿少了一颗 是吗 对 这个可天生 是不是冰棒咬掉的 不是 可能是我天生的原因 不说他的牙 我还不注意看你的牙 我是兔牙加虎牙 double 你看一说别人 反而暴露你自己 这是优点 这是我的特点 其实女孩子 女孩子有虎牙是非常好看的 可爱的 可爱的 对 好 来看大家秘密箱 大家好 我女孩子喜欢打到羽毛球 当然我也是一个最佳的男人 在工作之余 我回到家里面 会喜欢自己做一下 各种风味的饭菜 川菜 香菜 我个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喜欢做饭 洗碗 做家务 那么我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找到的女嘉宾 是以上三条 A 首先是端庄大企 B 翁翁阿雅 C 有点小个性 不知道今天在台上 是否能够遇到这样的女 好 我们半开两张不过牌 了解男嘉宾 陈轩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现在在一家知名的冰淇淋公司 担任品牌经理 年薪20万 工作的主要电影在北京 在北京 好 自己是一个有房 有车 有狗的人 人称少爷 他还当过导演 尝遍了各种冰淇淋 其实算我跟妮临半个同行 半个同行 学新闻的 新闻传播的 对 还当过导演 其实是编导 不是大导演 编导 在哪个地方当过编导 我在以前在BTV做过编导 北京电视台 哪方面的节目呢 生活类的 生活服务类的 是卖冰淇淋这样的 不是 其实是张家常里短的这种节目 然后做成一个片子 然后在电视上播放一下 帮助大家调节一些 就是民事上的纠纷 老娘舅 老娘舅 北京台的老娘舅 好 常遍各种冰淇淋 你被说吃过多少种冰淇淋了 总之呢在中国 我不是夸下海口 40%到50%的冰淇淋 都被我吃过 男嘉宾你好 你不是尝试过各种冰淇淋吗 那我问问一下我们台上的16位女嘉宾 在您的眼里是什么样口味的冰淇淋 那我先来形容一下1号美女张倩吧 我觉得张倩的外表呢是那种非常火辣型的 她内心呢是非常细腻的 所以呢来形容她的口味就是蓝莓火锅口味 好难吃哦 有这种口味的冰淇淋吗 没有没有 只是我在这里自创 自创了一样 你要倒闭了 这麦克出去 那男嘉宾我说什么话 十元五呢 我觉得十元五外表看起来呢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非常有内料 我觉得在水果里面可能是奇遇果 就是米国桃 营养的比较丰富 然后外面是包裹成脆皮 这是你的最快 脆皮猕猴桃 你看嘉宾好厉害 我最喜欢吃的水果 这是奇遇果 谢谢 比我太重了 好开心 说女孩子不好玩 说她 她她是什么口味的冰淇淋 我觉得洛老师呢 是坚果火炬型的冰淇淋 这怎么理解呢 首先呢 我什么地方像坚果 什么地方像火炬呢 首先呢洛老师的外表呢 像一颗大大的坚果 而且呢体型呢是这样 下面的 像那个大的火鸡头 所以说口味呢就是一款 坚果火炬口味的冰淇淋 哦 再看看泥淋 我觉得泥淋姐姐呢 像一位知心大姐 嗯 冰淇淋 冰淇淋 是知识的心 知识口味的 知识心的冰淇淋 这肯定很好吃 非常浓郁的 我觉得这肯定比那个大坚果好吃 好了 如果想继续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了解它支持它 请为它留着你那张扑克牌 各位女嘉宾请准备 3 2 1 请选择 好 继续翻开后两张扑克牌 陈轩呢谈过两次恋爱 我写脚本追笑花 遇到过职场恋爱的矛盾 那希望找这个女生呢 哎呦 这可难了 这太难了 张万玉加王妃加梅艳芳 等于理想情人 是的 你好 你就打光波吧 弟弟 不说姐姐没帮你 这要求太高了 其实呢 这三个女明星呢 我觉得呢 都是有女王范儿的 慈禧太后 对 女王范儿 对 那肯定她有不一样的地方 每个人特质 你一定说了 首先我说一下曼玉这个天后吧 曼玉 曼玉也是说曼玉 曼玉 好 那是身材 王妃 喜欢她的歌 而且喜欢她的气质 梅艳芳 大给大的这种感觉 你别告诉我 你刚才按的这个号码 这个人是这个三合一 我感觉是的 你要这样说的话 这个人出去要被粉丝打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已经用张曼玉 王妃 梅艳芳 这个标准来衡量你的另一半 那我很想知道 如果用三位男明星来形容下你自己 你是怎么样 一样的一个理想情人的状态 特别用三位 用一位 用一位吧 我觉得 黄晓明吧 哪 性别 答对了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是她身上的哪方面特质 我觉得是稳重的 慢条私立行的 行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有写《脚本追笑花》吗 那是不是你在恋爱当中 都是比较追求浪漫 喜欢非常漂亮的女生呢 其实也不是 我和她的认识呢 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参加一个拉丁武士 见她的第一印象呢 我就觉得 哇 漂亮 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各种人脉 朋友去了解到这位女同学 然后呢 我就精心地策划了一场 怎么和她偶遇的场景 有一天下午呢 刚好外面下点小雨 路上非常泥泞 我就约上了一帮我的哥们 然后骑着自行车 然后飞快地从她身边 溜过去 然后故意地倒在她身上 然后把地上的水啊 我当时有点小坏啊 就是可能见到她的衣服上了 然后我当时都就是挑下车子 然后去给她做一个就是道歉 对不起 然后我就把她送到了宿舍 并且呢 当时呢也交换了电话号码啊 好的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刚刚说你的气质像黄晓明 对吧 其实我觉得你的外表也很像 谢谢 你需要去眼科医院吗 黄晓明应该有很多女生喜欢吧 那你为什么还要就是追一个女生 花那么多心思 她应该就是很好追啊 其实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知道 我的当时的金融对手呢 有很多 我为了和她在一起 然后保持经常的沟通 过我们俩人的世界 我会偷偷地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把她的手机关掉 或者是把她的手机 踩在我的书包里面 然后让她和外界失去联系 看来你应该是一个 战友欲比较强的人 是的 好 来 为她投票 如果不选择 请关牌 三 二 一 杀伤力好强啊 好吧 那接下来请你提出 你战友时候的 不能接受的一些条件 不太喜欢宠物的女孩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宠物 我喜欢养小狗 不喜欢小狗狗的 请翻牌 完了 好了 没了 没了 我们要请继续为她留牌的女嘉宾 来做决定 你是否真要选择她 三 二 一 请决定 有请张丹妮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丹妮 然后现在目前是淘宝店主 然后自己也会兼职模特 然后我身高有175 我不知道你建不建议身高这个问题 我不建议 虽然我没有吃到你的冰激凌 但是我自己本身是成天叼着棒棒糖的那种 夏天成天叼着冷饮的那种 就我非常爱甜食 然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为女朋友去自己制作冰激凌之类的 会的 我可以满足你每天一只不同口味的冰激凌 真的吗 是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家里的关系 然后我自己从很小开始就一直是一个人住的 我家因为也养狗 所以宠物我是绝对OK的 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知道了 谢谢 怎么样 现在就要问你了 张丹妮是目前场上唯一给你流派的女嘉宾 对你说了这么多 而且我确实认为张丹妮还有一点点明星范 谢谢乐老师 好高的评价 你曾经选的这位呢 我可以决定让你有更改的权利 对不对 乐老师 对 没错 当冰激凌男生遇到爱之甜食的女生 两个人能一拍即合亮出甜美的爱情吗 我感觉你更像佐罗 戴个眼罩 叼一根玫瑰花 特别帅气 那如果对方每天要打你电话 或者说发很多短信 汇报行踪的话 你也能接受吗 那真是太好的 我梦寐以求的 你好贱哦 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丹妮呢 外表呢 非常漂亮 而且呢 非常的就是乌乌尔雅 非常的贤惠 但是呢 我在台下 关注这位女嘉宾呢 比较很长时间 好的 但是你很好的 你非常漂亮 那就是拒绝了张丹妮 对吗 是的 好 谢谢 你请回 那接下来我要请这位女嘉宾下来 你想好对她的形容啊 千万别又是温温瑶尔 非常贤惠啊 好 嗯 她选择的是 11号 王可欣 可欣 你好 你好 嗯 我觉得呢 我不会再用文文儿呀 贤惠这个词来形容你 我要形容你的词呢 是理性 你的思维呢 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呢我知道呢 你会多过的语言 其实呢 我一直有个愿望呢 就是我想 跟我未来的女朋友 一起环游世界 我觉得语言观 如果有你的陪伴 我是没有问题的 你工作是在北京 嗯 对 对吧 那我的话 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 嗯 所以我是不可能 离开我的妈妈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公司 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 不管你在哪里 我们都 我们在每个城市 都有分公司 我可以过来的 距离其实不是问题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和你牵手 黄可欣考虑一下 如何回答 如果你想考虑 考虑再深切一些 考虑一下 我们可以给你20秒钟最时机会 需要吗 给20秒钟最时机会吧 应该不需要 马上就可以做出决断 好 那请回答 其实老实说吧 我觉得第一 你的那个要求 作为女生的话 你心理压力还蛮大的 嗯 因为 因为毕竟三位都是天后了 嗯 我理想中的类型 并不是像你这样子的类型 好 谢谢 对不起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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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这次来到这里 就是想问你 跟你做一个共识观的角力 可以给个拥抱吗 好 可以 谢谢 欢迎下一个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唐峰 今年26岁来自上海 我现在的工作是一家国企的企业管理 然后今天我的爱情宣言是 在我的世界里 我希望你是我的那个他 你拿的那个是 这是我自己做的叫丝袜艺术 我一猜就是 就是丝袜花对吧 就是拿丝袜做的 对 就丝袜的那个面料做的 哎 一个小伙子没有这样爱好 我知道喜欢这都是好多阿姨啊 妈妈呀姐姐呀 因为从小家里管的可能就比较严 也不让我怎么出去 所以幸福还要和一般性的男生 可能不太一样 心灵手巧 那你今天带这些来是送给他们的 还是光展示一下 对 我是送给在场的每一位 来 这是亲手做的丝袜花 你看啊 他要挑选的 但是跟你衣服是配的 这都是他用他前女友的丝袜做的啊 这都是他用他前女友的丝袜做的啊 哎 这里面有什么讲究的老老师 你看有大有小 对 有的给的是玫瑰是吧 有的是盛放的月季 给的是月季的 好 来 过来 接下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的这个体板 嗯 上面画了一个超人 是什么意思 对 我的体板上画是个超人 那我就希望我以后能成为他的心目中的超人 你今天才艺展示就是送这个花吗 不是 我的才艺展示是 带来一首那个周绝伦的《安静》 来 有请 只剩下感情陪我攒了一层 睡着的地上 安静的 扯着的 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 很真的 你没有舍不得 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 想着你陪着我解释是曾经 想着你陪着我解释是曾经 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 我才会比自己一片 好了 好了 弟弟啊 如果按你的唱歌你是过不了票的啊 所以他们都是因为你的花给你投票了啊 好 谢谢 咱以后在公众场合歌就别唱了啊 来 我听 纵然带来16朵玫瑰 但是当中只有一朵是想送给这个人的 那么是谁呢 请选择 请说第一印象 男嘉宾你好 这段话到了手上的时候 我一看真的是含苞待放 做得非常的细腻 但是这个歌声对吧 我觉得你不应该唱歌 你应该当指挥 一会儿呢 低声步起 一会儿高声步起 一会儿高低声步合唱 太了不起了 谢谢 男嘉宾你好 我三番四次想帮你合 合了好几次都被你带走了 所以就放弃了 不好意思 其实原本还行啦 今天可能是真的太紧张了 对了 加油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特别特别高 你站在两个主持人中间 就像一座山峰一样 然后你是中间突出来的那一部分 然后就是一个山 你听说某一个主持人矮吗 没有 有话直说 没有 只是他那个身高确实很高 然后在中间特别的突出 确实我得问问你有多高的个人 今身高大概在1米88 1米9样子吧 不可能 不止我觉得 对 感觉不止 不止 因为落网睡得1米8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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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刚刚上台你说你是超人 但我感觉你更像佐罗 戴个眼罩 叼一根玫瑰花 特别帅气 谢谢 我们来看男嘉宾的地下 我叫横峰 今年26岁 来自上海 我现在呢 在家钢铁鞋里面 担任一名管理者 现在工作非常稳定 在生活中呢 我也是一个桌游高手 例如三国沙这种类似的 旗牌游戏 曾经呢 我为了这款游戏 就是把这个牌的内容啊 花色啊 以及它的章数啊 全部背出来 12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去参加了 宝山一个桌游三国沙的 一个比赛 就是那一年 宝山的唯一的 裁判资格选取 只有我一个人打的 唐峰是一个 热情开朗 勤奋努力的小伙子 平时的 我们一些活动当中 他是一个低低的 文体活动者 他是一个非常不佳 和孝顺的孩子 我们祝他早日找到 心中的另一半 加油 唐峰 加油 唐峰 加油 唐峰 你是最棒的 加油 接下来我们继续翻开 两张扑克牌 唐峰毕业于业余大学物流专业 就成人次考那种 对 成人次考 现在在国企做企业管理 年薪八万 他说自己是一个脾气好的 阳光男孩 我爱妈妈 喜欢八分的生意经 对 八分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子的 我的工资卡每个月 是上交给我妈妈的 所以说平时没有什么零花钱 我总得想着去赚一点自己的零花钱 在之前我有两件让我自己觉得挺骄傲的事情 我在之前开过一个桌游吧 一家密室探险 都是零投入 然后生意也不错 每个月大概也有万把块这样子 对 咱们可能零投入 你开任何一个企业都可能零投入 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我去一家保龄球馆打了一次保龄球 然后和这个老板我当天就认识了 但是这个老板的保龄球馆 我看他面积非常大 可是有两个房间 我看他控制也没什么用 我就和他谈合作 我说我在你这里开 我自己想开的东西 我每天的营业额 盈利部分我来分给你 然后再找了另外一个和我的合作伙伴 我让他投资我店里面所有 比如说我的桌椅 我的棋牌类游戏 就这样找了两个合作伙伴 就让我变成了零投入去赚钱这样子 对 你其实就是担任一个叫牵线人 其实你本人并不参与管理 对 可以这么说 好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比较喜欢婚后掌握财政大权这个样子 然后刚才听你讲说是 你把工资卡都交给你妈妈 那你有女朋友之后 然后或者是婚后 你还会把工资卡交给你妈妈吗 如果是我心中那个她 我愿意把工资卡从我妈妈那边拿回来 交给我的那个她 对 好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后面写的我爱妈妈 那你是不是有点恋母情结 我想告诉大家我爱妈妈原因是 因为我妈妈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之前就像我说的赚零花钱 然后上班很少有时间回去照顾她 自从她身体不好之后呢 我就会经常回去陪她 现在特别地黏我妈妈吧 对 什么病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什么病 我妈妈得的是那个乳腺癌 对 乳 那有多花点时间陪陪妈妈 对 刚才你不是说你身兼素质嘛 然后刚才我看到你个子又那么高 然后长得也挺帅的 身材也不错 我是在做家庭电视购物的 其实我们购物节目也是需要模特的 然后你可以到我们这里然后当模特 我可以介绍你一下 好啊 可以 你不会是借着这个机会故意的吧 她适合做什么样的全品的模特 数码 就是照相机 摄像机 适合做这类的 对 或者是服饰也可以 食品 生活 家居都行 全项 谢谢 好 来 我们为男嘉宾来投票了 不选择请关牌 3 2 1 好 翻开后两张不可拍 好 黄鹏26岁了 到目前为止 不是谈过一次恋 她认为现实总是太残忍了 希望找这个女生呢 愿意什么都给你管 特别强调啊 不介意单亲家庭 因为我觉得单亲家庭的孩子 她可能会更独立一些 因为我妈妈身体不舒服嘛 我也就是体会到那种 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 那种孤独啊 那种寂寞这样子 对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女人 你会把你所有的全部都给她 那我想问一下上一次的恋爱 是不是女朋友伤害你了 所以你才会说现实总是很残忍 可以这么说吧 上一次 因为谈的时间久了嘛 你会发现一个女生 如果说她有疏忽你 电话会经常不接的话 你肯定会有一些怀疑之心嘛 然后有一天在她公司门口等她 我就看见她和她的同事 一起走出来的 就打电话给她确认 我说你在哪儿你在干嘛 对 然后她告诉我 就是她一个人啊 在等车啊要回家 可我看到的完全是两码石嘛 我很冲动地发泄一下我的情绪 最后就是导致了自己的那个右手 粉水心骨折了 你是去打那男的家的 是的 然后这个女生她觉得 我可能比较冲动 她就觉得 那我们不应该在一起 应该分手 那那男的到底是她同事 还是除了你以外的男朋友 后来她也有跟我承认 因为之后不是和好了吗 然后她也跟我承认说 这是她的领导 然后的确是有一些问题了 对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两三年前那时候 你年纪还小 就是有过冲动的那种刻骨明星 才叫青春嘛 每个人总会经历一次 我觉得前面还有很美好的路 等着你 你不是今天已经站到这里来了吗 对 所以我更关心的是 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单亲家庭的 妈妈的情况 我也有点感同身受 因为我爸妈从小也不在身边 自己还是蛮独立的 之后长大了 那我想跟我妈妈一起住 然后 如果 如果就是不排除万一的话 你建议一个很大的家庭 住在一起吗 我不建议真的 我挺喜欢的 好 谢谢 谢谢 这个小伙子是台上第一个 有这样的表达的人 谢谢 她完全不介意 非常不介意 我们为她的这种 对爱人的那种奉献和牺牲要鼓掌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说愿意什么都给对方管 那如果对方每天要打你电话 或者说发很多短信 汇报行踪的话 你也能接受吗 那真是太好的 我梦寐以求的 你好贱哦 那不是很好吗 他那么关心我吗 我跟你讲 就是人和人的不一样 有的男孩子就觉得你多命靠 有点烦 你黏着我了 但是这样的男孩子 他就是喜欢女孩子盯着他的感觉 觉得这样你在乎我 对吗 对 是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在恋爱当中 应该是也很能让对方放心的那种 对 一定是 有一词来形容这男生特化是 叫百一百数 好了 来 接下来要为男嘉宾投票了 如果想选择他的话 请为他留着你那张扑克牌 三 二 一 好 还是不错的 普通圈交给你了 所有男嘉宾最想了解谁 想了解二号张丹妮 张丹妮 我想问 如果说以后两个人在一起 那比如说你想买超过我现在能力以外的房子 那你愿意和我一起还贷款吗 第一 首先如果超出你的能力范围我不会买 其实我有些时候挺信奉老外那一套的 就是其实说真的我有那么那么爱你 那租房也没事 反正我从小到大搬家已经搬了上千次了 我已经对这个房子的概念 没概念 我觉得哪都能是家 真的 家跟房子无关对吧 对 我觉得真的哪都能是家 我觉得什么样的资本过什么样的生活 很多东西两个人感觉在什么都可以不要去 你真不容易 真的 我觉得真的 这是我第一个看到在舞台上有女孩说 我们哪怕租房子过着都可以 真好 好 可以提出对女孩子选择时候的基本要求了 如果身高不到一米七的 同时也不肯为了我穿高跟鞋的可以翻牌 这个倒不过分 因为它实在太高了 一米九 一米七的话我就不到一米七 就是像我这个的你们就翻牌吧 好 条件让很多女孩子搬了牌 来 你第二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 就是工作的休息日不稳定的请翻牌 休息日不稳定的请翻牌 还有吗 下一要求 没有要求的 没有要求的话 请继续为她流牌的女嘉宾做决定 是否要选择3 2 1 请决定 来 有请 我首先一个很大的疑问 请问两位超过一米七了 我可以去眼科医院了 没有 她说可以穿高跟鞋 谢谢大家凌鱼老师 我裸高一米六 我可以穿十公分的高跟鞋 我裸高一米六 我可以穿十公分的高跟鞋 我想领略一下这最美身高差的美丽 来 你过来站过来给我看看 来 过来 她得把鞋脱了 对 穿这个高跟鞋不算 脱了 脱鞋 满屋吗 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去上一个电视节目 爸爸去哪儿了 我刚刚说那个 绝对是妇女情深啊 最萌生公沙这叫 女朋友 我觉得你长得蛮帅 但是一点都没有给我很浮夸很油的感觉 觉得很温暖 然后很安定 然后我觉得你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也很孝顺 也很聪明 是可以生活的一个阳光大男孩 然后你心灵手巧 我前面已经夸过了嘛 你做了四花花 然后我也很心灵手巧的 就是我前几天 就去那个DIY了一个小盆栽 我微博上有发图片 就是我觉得生活中就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心思 去经营自己的生活 会让自己心情变得愉悦 相对来说跟你很多地方是比较吻合的 而且我的性格就比较开朗 其实我喜欢的男生类型 也就是这种不一定要画很多 然后也可以安安静静地在我身边 然后有个怀抱可以让我依靠 谢谢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黄晨怡 来自上海 今年26岁 跟你的年龄是一样的 现在在一家投资管理公司 担任行政一职 其实我身高也只有160了 但是我想说身高不是问题 不知道你介不介意 刚才看到你的一些自我介绍 我觉得接触下来 你是一个非常坦诚 然后非常孝顺的男孩子 我比较欣赏这一类的男孩子 你会做丝袜花 说明你心灵手巧 然后我恰恰是一个手工活非常差的女孩子 所以说不知道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能否互补一下 你可以教我做吗 谢谢 谢谢 好了 两位女嘉宾向你表白 杜老师 我没什么可推荐 因为他人家提出来过 一米七的请翻牌 但是两位都留着牌 这足以说明 两位女生对她的感情是真诚的 那么这个权利就要交给唐峰了 如果你还拿不准主意 你可以挑选其中的一位呢 跟对视20秒 增加一下你的细心 面对两位女嘉宾的深情告白 这位温暖的阳光男孩 会牵起谁的手呢 那么这个权利就要交给唐峰了 谢谢两位女嘉宾 谢谢 谢谢就是拒绝 对 你考虑好了 是 没办法 二倍 谢谢两位了 回吧 终于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揭晓 你的选择了 选择的是 二号 张丹妮 谢谢 谢谢 然后我觉得 你能够拒绝那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和你应该还挺合得来的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谢谢 玫瑰花女孩子可能会收到很多 但是亲手做的玫瑰花 我相信张丹妮这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吧 亲手做的玫瑰花 第一次 但是我也确实想问一下丹妮啊 她前面跟你其实交流了很多 小伙子甚至都明确表达了她对你这种家庭绅士的不介意 对 可是你没有给她留牌 因为她说那个就是周日休息不稳定 因为我兼职模特嘛 没关系她也即将去去那个公司做兼职模特了 对我觉得兼职模特应该不影响什么 因为我也坚持过做这个 对因为我 你只是一个人嘛 就像你说的那个不愤 就我也要努力的不愤 才能自己付房租 然后养自己 然后 因为我十月份的时候 我外公刚刚去世了 然后 就是我外婆一个人她在聪明 然后我平常很忙 然后还要 就是一个星期 就是回去看她 因为我怕老人家一个人就是不习惯 然后我外婆她特别善良 以前我答应她就是我以后赚了钱 就 嗯 会帮她去做一副假牙 那我们俩不正好吗 我们一起去赚钱 一起去孝敬我们的长辈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 给一次机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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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自己机会 怎么会知道这是不是合适呢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我怎么形容 用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你 懂 懂 好 好 时间到 二十秒其实我觉得挺美的 真的 我是特别希望张丹妮能够给她一个机会 嗯 男嘉宾就是是这样 嗯 之前你在翻牌的时候 就是说可能感情上面受了一点创伤 其实我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 就你不要看我平常把自己打扮得很坚强 甚至可能有些时候都变成刺猬了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需要一个很宽大的肩膀包容我的人 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一个应该会偏向考虑就是比较成熟的男生 但是我在你的身上好像也有看到这些特质 那你的决定是 答应他 答应他 去看过 说哪里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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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是一个应该会偏向考虑就是比较成熟的男生 但是我在你的身上好像也有看到这些特质 那你的决定是 答应他 看你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我也是希望找一双手 能牵起我 我们一起温暖的 踏实的向前走 我愿意 我愿意的 看着星星上的梦 忘记最恶心 恭喜你们 我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中 好像有点第六感 我就觉得我今天来节目 就是如果有好的 我就想牵一个走了 我之前在节目也说过 我自己特别爱吃甜食 然后我也特别爱吃光光糖 就是也算是一种 内心的软弱吧 我觉得吃了甜食 就没有那么不开心了 然后今天我带了礼物 给男嘉宾 你也带礼物了 太好了 来 拿上来 拿上来 你那个是棒棒糖 对 这是死精锤 一人一个 真可爱 两个人都一样 生活中有再多的不开心 在一起之后甜蜜了 然后我希望他以后 跟我能一起调这棒棒糖 快乐生活 在棒棒糖之后呢 骆老师有礼物送给你们了 这也是我们节目组 你要送给你们的礼物 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天窝茶庄 碳烧奶茶提供的价值 4999元的旅行卡一张 以及碳烧奶茶提货卡两张 还有由金玻璃钻石提供的 钻石对戒一对 以及黄轩喜庆甘红 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了 再见 再见 再见